星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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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來自星星的事 我是童鎮康 這個只要是人 對於自己的將來 一定非常感興趣 所以在事業各地 有各種方法來幫助我們 探知一下自己的未來 然後呢 可能就是面對自己的命運 要有一些防範 防範不好的 迎接美好的 是不是要的 必須的 在我後面呢 就是今天我們請到 我們網羅了 來自五大洲不同的詹組織 他們有不同的方式 說他的方式 當然都是我們台灣的 好 那各位跟著我們一起 搞不好你會有一些 對未來有一些了解的 來 首先歡迎三位 死愛算命的特別愛民 死愛算命 來 妮可白 妮可白從幼稚園算命了 對 因為我們家幼稚園 我記得前面有 因為太黑所以要去算 也不是 是我那時候 我小時候很白 所以我後來算命 好 你說不相信 那為什麼算命 我都白不回來 因為我不知道 不知道為什麼會 喔 丟臉啊 對 喔 丟臉 但我小時候一開始算命 是因為我們 幼稚園的時候 我們家前面的那個餅店 前面有一攤算命攤 所以我每次走過去 我就很開心 我就硬要給他看我的首相 他就看一看說 你不用擔心 那你確定他講話 你的調是這樣 你是一個大美人 你又不相信嘛 是真的這樣 後來 他一直做 後來他 後來就是我常常就是 當我心情不愉快 是怎樣的 是喔 我就會走去 他的那個算命攤 他就說 以大美人來講 不算準 對 算是美人 但他沒有算大 你會變黑嘛 對不對 沒有 好 林才基 是 也是個美人 可是為了男朋友 你浮水都喝下去 之前 而且那種才 一定也吃點香灰配的喔 那時候還滿小才高中耶 那時候其實是因為我男朋友 從小認識一個類似那種 會算命的 類似那種乾爸那種 然後他 我們想說也沒差就喝一下 就是那種叫什麼 和和水 陰陽和和水 對 類似那種 然後是真的把它燒 然後放在裡面一個水裡面 然後要喝掉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有喝 然後那一年是真的 因為我們會喝的原因是因為 那之前我們經常吵架 就每天都吵架 結果那一年是真的 平順很多耶 對 可是那時候有發生一個 還滿恐怖的事 是不是 不是我 是我那時候我們 我住在板橋嘛 然後那個鄰居 有那個鹽水 鹹酥雞的老闆娘 對 然後那個老闆 就有外遇那個鹽水雞 的攤子 鹽酥雞要跟鹽水雞搞在一起 對 鹽水雞是一個 年輕的 蠻年輕的女生 那時候我們附近就是鄰居都知道 然後他老婆就決定也找那個師傅 要跟他老公喝那個水 就是會好的水 可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巧合還怎麼樣 反正就喝完不到一個月 那個鹹水雞的那個女生就 就直殺了 是嗎 燒喊 那時候聽到這件事覺得很恐怖 是 那鹽酥雞後來呢 鹹酥雞自殺那鹽酥雞呢 對啊 他跟他老婆就是正常的活下去 那你呢 那你跟你那個男朋友後來 在一起多久分手 差不多就是那一年後就分了 那麼年輕 認識的一定不是你這輩子唯一 對不對 對 來 今天電視機前面的朋友 注意了 好處來了 我們現在呢 請到我們那個子蝶老師 子蝶老師要為各位做一個占譜 這個會在節目的最後呢 給各位做解答 來自北歐的盧恩符文占譜 究竟有多深準 等等讓你親自驗證 李老師什麼盧恩符文是什麼 東西 盧恩符文呢 是來自北歐的一個占譜 那它是早期圍京人和日耳曼的民族 留下來的 那這個盧恩符文呢 就是其實跟我們的神很像 它就是有一個主神叫奧丁 像希臘就是有天神咒詩嘛 那我們有玉皇大帝 那它就是有一個奧丁神 奧丁 做主神 帶了23個繩子 然後每一個繩子就是畫成一個 符號和石頭來幫大家占卜 這樣子 這是什麼 這是比較特殊的 它是從印度來的小精靈的符文 小精靈的 符文 符文啊 對它就是前面是水晶石 後面是北歐的符文 可以摸嗎 可以可以 它比較精巧一點 哇好可愛喔 對它是一個印度師傅手工打造的 那後面寫的都是寫什麼 就是寫每一個繩子的名字 然後它有一個占卜的意義 是是是 好 太好了 那請問一下 我們今天要做的是什麼呢 我們今天要做的占卜是 你有機會變成有錢人的指數是多少 哇 來 我們總共有 1 2 3 4 各位觀眾朋友 還有現場的各位 你們都選一下 1 2 3 直覺上 你會選擇哪一個 來 神韻你選什麼 No.3 3 為什麼你 你跟我一樣 我一直都比3 3 那我跟著你是對 因為你很會賺錢 1 1 你選1了 直覺 好 現場的藝人朋友是1 3 好不好 那你呢 那選一個 你選一個直覺的 4 4 好特別喔 對 你這樣不懂 好不好 那各位觀眾朋友們 稍微選一下 但我們節目最後的時候 你不要走開 就會告訴你這輩子 會不會成為有錢人 是的 好 北歐完了 我們接下來介紹的是 源自於 是 印第安人的占卜方式 請看 來自古印第安的骨牌占卜 古師靠著動物魚孩來普掛 馬上回到現場 一起來看看吧 那個老師啊 請問一下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 排酒 對 很像排酒 但是它是骨牌 那它是 骨牌是骨頭的骨 對 之前是骨頭做的 但現在拿骨頭 可能都拿去當那個 那個排骨湯有沒有 所以沒有辦法拿那麼多 喂 所以現在大概都用進化成 用塑膠壓克力去做的 所以在骨之後 一定是用骨頭做的 對… 這個是一個非常古老的占卜方式 是的 對 源自於古印第安人 對 因為他們要搓蒸花 牽引的時候 吃完了動物 然後看獸骨上面的呈現方式 變黑變白 還是說它的紋路 來判斷說要不要移動 是… 對… 就是做這個 對 有沒有最不喜歡人 要問你什麼問題 最討厭就是問說 要不要離婚 然後這個孩子 要不要生 為什麼 那這有什麼要討厭的 這不好的事情 小孩子要不要生 小孩子你已經懷了 對啊 你不可以剝奪她的生存權 是的 沒錯 要不要禮婚一般 我們中國人美德都是 勸而不勸離 對… 對不對 那你使個顏色 你覺得她 什麼時候會有小孩子 好 等一下她會告訴她 真的喔 真的喔 就憑你那幾片骨頭 不是啊 那幾片白 塑膠 那幾片塑膠 不要這樣 我跟你講 我們相信她 她就會有神秘的力量 附近你們真正的答案 對不對 來 我們這個需要四個人 是不是 來 四個 一 二 三 好 這一位已經就位了 好 來 那怎麼站 這樣嗎 這樣可以嗎 這樣站 好 老師我們示範一下好不好 好 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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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開始 就麻煩四位 就搓麻將的方式 大家先輪流血 都要碰到牌 然後就洗一下 每個人要搓一下 對…搓一下… 先搓嗎 好 停 對不起 你有沒有 你就搓這三個 他老氣 他就是這三個 一直在那邊換 一直在那邊搓有沒有 要把你弄亂啊 老師重新排 好 對 好 那現在就請四位來賓 自己拼自己的喜好去填 選七張牌 七張牌 七張牌 七張 快點…很隨機嘛 對 隨機… 排… 排這個整齊嗎 對 都可以 然後現在看看你手上的牌 那我們從玉琳哥這邊開始 對不起 還沒壓耶 不用壓 不用壓 沒有 那我們現在從玉琳哥這邊開始 然後當一個出牌拳 你看你要哪一張你喜歡 就擺在桌上去 然後順時中有小皮 然後還有採皮 好 隨我嘛 對… 隨你 隨你 好 來吧 這什麼 然後 換誰 3 接到3 沒錯 3接3 對… 接下去 接龍一樣 對 就玩 1 來 又接到3 那就再來囉 接3 又接3 不行喔 沒有 後面是2 接2 有一套 2接0 2接0 他出不出怪招喔 控牌 回到哪一個 6 有嗎 我啊 在蓋牌喔 那蓋檔牌嗎 對 沒有牌數就蓋牌啦 來 你是什麼 1 換我 1 又控牌 又控牌 還有 又來的5 你是衝著我來的是不是 你有嗎 我是揍牌 你不是有嗎 你好像看我不爽的樣子 我是坐牌給你 好 再蓋牌 再蓋牌 5 這個是什麼 3 3喔 3好少 我沒有耶 3 3 沒有3 沒有 沒有3 又蓋了 又蓋了 又蓋下去了 又蓋了 3又3 3啊 換我了是不是 又蓋了 蓋了 應該都全蓋了 對 全蓋了 好 現在把自己的牌拿好 不要動 拿好 不要動 好 現在因為你們蓋的牌 都非常多 如果要解釋起來非常多時間 那請每位來賓 你在手上盤 你看哪一張最不順 你跳出來 我來為這張做解答 最不順耶 最不喜歡哪一張 看到 然後擺在桌上 這個不行 因為3一直弄得到 然後沒有代表空王 等一下 等一下 掛起來 好 為了讓觀眾看清楚一點 我這個可以收起來 可以 扔掉 不用 那也是錢 好累 來 我們先看第一張 沈玉琳先生 對 不喜歡的是什麼 一頭四三 一頭四零 其實剛剛玉琳哥問他 要不要生孩子的事情 他第一個 就把度蜜月這張牌也蓋掉了 所以已經很 度蜜月 為什麼 也就是說如果要生孩子 要一個很大的空檔 好好的度假 然後不要跟人家搶錢 這樣孩子就出來了 所以要跟人家搶錢 他做不到 那我套什麼過火啊 好重要喔 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他足夠的休閒的時間 跟足夠的親密關係 你的孩子才有可能 所以你意思是說 我要空出一個假期 然後埋頭苦幹 對 好 而且要把你的電話關機 甚至於丟到海裡 不然你會半夜偷開 那玉琳哥出了這一張 另外一個模式是 這個有一個家庭和樂的問題存在 所以他最討厭這一張 代表說 家庭和樂 群體裡面包含你跟配偶 還有其他延伸出來家族裡面的 我不喜歡家庭和樂就對了 就是 現在這個問題很需要你去調整 很整合 可能周遭裡面需要你幫忙 或家庭 家庭有一點問題 這個部分 普牌占卜預言 沈玉琳家庭失和 更多勁爆占卜結果 馬上回來 不是 這個有一個家庭和樂的問題存在 所以他這個最討厭這一張 代表說 家庭和樂群體裡面 包含你跟配偶 還有其他延伸出來家族裡面的 我不喜歡家庭和樂就對了 就是現在這個問題 很需要你去調整很整合 可能周遭裡面需要你幫忙 或家庭有一點問題 這個部分 我們家族有一些成員 好像最近看我不爽 對啦 是最近喔 所以這個就可能 你要花你耐心去做調整 那才有辦法讓家裡變得更樂樂一點 對 那小皮來賓是 我不喜歡這一張 什麼都沒有 這一張 看起來滿好的 這一張它代表就是 黎明前的黑暗 非常的困頓 所以現在告訴你說 現在身體的感受非常的敏感 外來的所有的勁 都對你來講是一種折磨 那這時候你不能衝動做任何事情 反而要以勁自動 要忍受過這段時間 那黎明就會來臨 陽光就會出現 那這樣對你來講會比較好 所以我要繼續忍下去 不是 你就在我們那個 就是感受 在某角落蹲 在外面那兩個月以後就轉運了 那麼討論一下 你現在在忍什麼事情 忍就是感情不順 感情不順 慘了啦... 慘了快跪跪了 慘了不要走人了 怎麼做都不對 所以就是要以勁自動 已經來不及已經發生結束了 結束了 知道了... 現在身體的感受要慢慢沈澱 才可以走出下一步 是 好 好 蔡莉...完蛋 是這個 這一張 一般人不太會把這種 溜溜大順扔掉 是耶 可是還有很有那種 密集恐懼症那種 那所以妳很喜歡這一張是不是 對 這個很棒很乾淨的感覺 如果是採題的話 這一張那代表是一個 最大的成功模式 那也就是它信念 有一個很強大的願景 跟藍圖 要想要完成自己 某個定位上 一個成就 某個定位 這個定位是非常高尚的 但任何方面都成功 所以她其實有一個很期待 很大的一個值 不好達到 所以她拿出來 變成是她的障礙 你覺得她心裡 其實有一點 有一點成功的潔癖 或想要完成一種 她想要感情也好 事業也好 什麼都好 可是這就變成是 事事都順的話 基本上野心太大 所以變成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對啊 對 她太苛刻自己了 有事業就沒有感情 沒有事 有感情就沒有事 有感情 自己挑一個 對 我是這個 是很不錯的 你把五福臨門丟掉了 真的真好 這個真的有點像 好 不錯 美可白 她都靠誰問了 我知道 我是剛才在考慮 不要傷她 她在考慮 她問的是膚色 對 我不要考慮 很誤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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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裡面的調適點還沒有好 所以變化基本上是好事 只是她要放開心情去面對就好了 會不會就是 對於主婦家庭她根本沒有心理準備 或者可以做什麼 也就是說很多的變性 變動的東西 她其實都還沒有應對好 可是這一張 其實告訴她 只要你盛應的時事走 就是進了家門就是等面對 然後慢慢處理 所以吃好胖胖 結果腿腿 對 對 先吃好胖胖 對 不行 吃腿好結果腿腿 對 沒有啦 反正在對她來講 其實每一個人 面對婚姻生活的開始 都會有一點彷徨 對 不要怕...好不好 我們都過得很好 對啊 我們是這好的很 因為婚姻很快樂的 好... 好 謝謝老師 謝謝大家來 請坐 謝謝 好 剛剛是來自西洋的印第安 古印第安的一種占卜方式 接下來是來自中國的 在中國大陸很多人 都知道這個占卜方式 尤其很多名人都找這位老師 歡迎張天耀老師 來自西藏的東方神秘樹葉占卜 從葉子就可以看出你未來的一切 你相信嗎 張老師 請問一下這種獨門的占卜方式 有沒有個名稱 有 這個在以大陸來講 就是樹葉算命 樹葉算命 是 有沒有限制什麼樹葉 沒有 只要綠色的就可以 這個方法 那個張老師曾經 曾經您料中有兩位姓徐的 是 演藝圈同仁 婚姻都有一些問題 第一位是這個許淳梅 是 當初她還沒有在走紅的時候 她經常來逛這個夜市 那她經常打扮得是比較突出 對... 她是藝人嗎 對... 然後她就經常找我算命 是 那她應該包很大包吧 她還好 對 經常方面就比較她這個... 保守... 我們講保守 是 好 那您算出她的婚姻有問題 當初她的前夫還在 那我就跟她講說 你這個婚姻是恐怕會斷掉 結果後來沒多久她先生已經過世 是 然後後來她又跟這個叫邱品睿 邱品睿 那時候來找我算命的時候 我說這個婚姻是 沒辦法白頭到老 是... 然後後來有一個藝人 現在是很出名叫許孝順 很孝順那位 對 他本身有... 許孝順... 本身也會通靈 會 當初來讓我算的時候 我們變成經常來聊天 變成好朋友 有一次我跟她突然間有一個人感 就跟她講說 你的婚姻要注意喔 她還偷偷的在耳朵的跟我講說 老師 我太太很漂亮耶 但是我跟她講這個 太太漂亮不漂亮是另外一回事 緣分已盡的話 你再漂亮的太太 也是照樣會分手 對 對 就是前妻 是... 那我跟她 那當初我跟她講說 你將來你的演藝生涯 是相當的順 是 但是婚姻呢 恐怕會有一些... 婚姻不保 我現在比較擔心 您看到我應該沒什麼靈感 你覺得她的婚姻怎麼樣 事業很好 事業很好 婚姻... 婚姻呢 為什麼你單獨就講事業 這也要在事業 剛剛又講說 事業跟婚姻不能兩全 好 剛剛自己講的對不對 事業也很好 還是要在事業 光面向我是看不出來 所以說她一定被這個 她剛剛要去關到 這個逸琳哥陷害 陷害 陷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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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既然呢 這兩個人都是這個婚姻的事情 那老師有靈感 那沒關係 那我們今天 有準新娘在這裡 是喔 她非常勇敢 我不要問婚姻 她很想知道 但是沒關係 我們今天那個中西合併好不好 來 我們還請另外一個老師 吳老師... 絕版的珍愛塔羅牌 會比一般占譜還要準確嗎 看下去就知道囉 對 這是塔羅牌 對 這是塔羅牌 而且... 妳是有在賭場上過班嗎 沒有 她當過那個河關 對啊 好 好 那這個塔羅 塔羅牌是真的要每天攜帶著她 跟她培養一些默契嗎 有些老師會這樣子 那我都是 把她擺在很好的地方這樣子 真的嗎 有的老師是 真的是要養著她 有的是不能碰 放在一個盒子裡面 然後每天晚上要滴血有沒有 哪有 可能燒香拜拜會有 那請問一下 您這個珍愛塔羅牌 對 珍愛卡 已經絕版 對 它2005年出版 然後過了幾年之後 就已經都買不到了 台灣都買不到了 就不能再印了 就是版權都沒有辦法 就再印就好啦 就拿去彩色影音你不就有了 這可能有點困難 妳會被告死耶 好不好 來沒關係我們忙 有請米可白 不可以問什麼黑啊白的 好黑 我要問一個 問妳要結婚了嘛 就我老公會不會劈腿嘛 不會 沒有 不要太直接 妳是希望我們大家都離婚 不是 我們就是論事 來算命就算一點有意義 對不對 這個結婚之後 好 結婚之後妳有什麼心願 我希望 我想問一下 我結婚之後 演藝事業會不會更好 因為人家都說 當了人妻之後 應該就走入家庭 就應該沒有事業 對 所以我想知道 事業會不會比較好 對 問得很好 很好 來 對 我們直接左手抽一張牌 左手 他不要講手 不用 不用 好 好 來這邊 這邊抽個葉子 來 摘一片葉子 要摘一下 隨便你摘 手要就有感應一下 感應一下 我第一次上節目這麼緊張 好奇妙喔 這樣就可以 沈玉琳妳是背後靈 是因為我沒看過這種方法 我也沒看過 妳好像背後靈 好神聖 可以啦 我們現在要作答 覺得說她婚後 演藝事業會忘了其舉圈 不會的請舉插 一二三 不 對 而且牌真的是這樣 對不起 我們是看這一面的 對 對 不然我們真正的攝影機在這邊 真的嗎 真的喔 那我們可以開始 真的是這樣 這是什麼意思 妳可以解釋一下 沒 就代表說 她其實在生完孩子之後 她在演藝事業上面 她還是會蒸蒸日上 我跟你講 而且我可以斷 而且張牌是很難得抽得到 裡面只有十三張而已 而且我還斷言喔 她以後的演藝事業 她會越來越三八 為什麼 因為三八 他演藝事業 而且講到這個 講到這個一望你知道 我覺得這個真的 演藝院太現實 剛剛她機器人在後面這樣 然後她說會旺 然後拿照片就出來 現實鬼啦 那來 張老師 什麼樣靈感 她這個數月反映出來 她將來的事業會越來越好 尤其你三十出頭以後 會平步青雲 平步青雲 是 在演藝圈裡面相當有這個 大姐的風範 我現在很緊張 因為剛剛不是有說 事業好 婚姻一下 沒有啦 婚姻跟感情一樣 不是每一個人 譬如說談戀愛的影響 可能大一點 婚姻是 婚姻比較不一樣 你以後叫我小康就可以 沒有 你以後叫我小康就可以 你以後叫我李玲就好了 沒有 小允 小允 不過有一點 她有一樣比較小 比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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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女會變少 子女比較少 對 現代人一個就OK啦 那不一定 有的人生兩三個三四個也有 但是會有子女 但是子女比較少 OK啦 沒關係啊 恭喜 不錯耶 謝謝 錢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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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好 好 那個玉琳哥來 來 你根本好奇 來 你也剩下 那我還是問婚姻狀況好了 婚姻好 婚姻好 婚姻狀況 好想知道 別犯戒就沒事 來 好 來 隨便再一片葉子 等一下 既然這樣 我們不可以偏襲 對…兩個邊 兩邊都要 好 來 而且這非常適合側關係 對 你要站在中間 那一定要比正嗎 一定要夾褲 一定要夾褲 你要很明確地夾褲 預備 起 你要問什麼 婚姻狀況 好 未來 一年之內 會不會出問題 來 這個一定有問題 來 等一下 玉琳哥 你確定等一下如果OK 我再幫你翻嗎 實話實說 真的嗎 好 來 請翻 承受得起對不對 左手 抽一張嗎 對 好 給老師教 確定嗎 確定了 好 等一下 還可以 我看得到 抽出來就沒事 來 這邊葉子 隨便摘一片葉子 拼植卷嗎 對 好遠 對 故意要抽個圓 這麼大月 來 有必要 有個九十度鞠躬 可以一下 輕輕的 輕輕的 好 好 不要跑 接下來我們一樣 我覺得一年之內 無窮必守見 無 無 不要唱 不要唱 忘了你再講話 一年之內 如果 不會出問題就取 會出問題就取 差 所以 還有 不過有一個淡書 淡書 什麼 一定要 不可以當大男人主義 可以翻譯 我這邊也有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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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準 回到家要 比較乖 比較聽話 就是說要體貼一點 在家要做狗 才是男子漢 才是男子漢 美女 美女 什麼意思嗎 美女 美女 為什麼 因為這張牌叫做溫柔 代表你 未來一年如果要順利 你一定要對太太服服貼貼 一定要溫柔 不然呢 就是 就是 就像老師一樣 會有淡書的 要比較小 要塞哪一隻 要溫柔 我就是這一點 常常做不到 要懂得搖尾巴 不要 不要忘記 We are 東哥 好好看 兩邊就印證 同樣都這樣 厲害… 印證同樣一件事情 好厲害 要溫柔 要對她比較好 必恨 加油… 謝謝… 金玉兩眼 在電視前面的這個 做人家老公的 都要聽一下 真的在家裡面 如果對老婆溫柔 凡事順著她 會咬尾巴 我相信 日子好過的 對… 好 所有的男生們 我們一起來歡呼 預備 We are 東哥 看完東西方兩種傳統占譜 接著我們來看看 不一樣的雞蛋占譜法 接下來我們請到Tiffany老師 你好… Tiffany老師今天是為我們示範 什麼樣的料理 什麼料理 對 荷包蛋 荷包蛋 荷包蛋中間可以算出命 其實就是在英國鄉村 他們就人人會在早上 做早餐 所以他們會順便來這麼一下 雞蛋占補素 OK 那Tiffany來了 好 Tiffany要有件事情要問大家 來 你站在我跟老師的中間 好不好 是 這樣魔力還強 Tiffany你想要問什麼呢 我想問因為我現在我在發片 所以其實心中一直有一個 算是很高的夢想 就是希望說 有一天就是可以開演唱會 有那麼一天 彼得剛剛跟你講的話 你都忘了嗎 什麼 野心太大 會變成我的壓力 可是我覺得自己有壓力不好嗎 沒有 有目標OK 但不要給自己太大的壓力 會把自己逼瘋 但沒有關係 30歲之前 是不是可以開個人演唱會 就是明年的嗎 沒有 現在我才23歲 沒有啦 還有七年 下個月 好 好 就是30歲 可不可以開個人演唱會 來 好 首先拿一個雞蛋 好 所以電視機前面的觀眾 也可以自己來試一下 真的喔 那麼先用右手抓了雞蛋 然後默想你的問題 兩隻手 對 那就是要跟玉琳大哥說的一樣 你的問題要具體 要具體 具體 好 好 想要問題之後 就直接的在鍋裡面打蛋 好 所以觀眾朋友呢 如果自己要試驗的話 可以在鍋子裡面 刷上少少的油 你不要刷油也可以 好 那我就敲 對 那要撒一點蔥花嗎 不用 加點鹽巴 蛋是破的 沒有關係 不信心 沒有關係 好 好 我們現在來看這個雞蛋 那本來雞蛋就是有分 偏上偏下 偏左偏右偏中間 現在這個蛋是散的 散的說法就是 都不同的一些 你做了太多的事情 然後花太多的精力 在不同的地方 所以現在你是要專注 在同一個點上 如果說你要發片 就在唱歌上面 好好的努力 對 可能一些其他 雜七雜八的工作 他力量分散 對 因為他要發片要上公告 然後要活動 要什麼 讓大家對你的印象 是非常直接而鮮明的 對 就是說如果說你想開演唱會 就必須在歌唱和舞蹈的上面 下足了精采 夢練 對 苦練 對不對 那今天為我們帶來的歌曲是 沒有啦 愛自身嗎 愛自身嗎 那是雞排妹啊 雞排妹啊 雞排妹啊 好 你不是愛自身嗎 雞排妹 你會得到報應 好 那這個看法是 是喔 這看蛋黃的 看蛋黃 蛋黃跟代板的關係 那主要就是蛋黃 像證於上天給你的一個緣分 是 那蛋白呢 就是你自己腳踏實地的力量 那會不會比較會打蛋 跟不會打蛋也有差嗎 你當下的心情跟情緒 所以跟會不會打蛋也有差嗎 天意 天意 因為我本來就很不會打蛋啊 那我明白 我來 我打看看給你們看 說 預備 妳要問什麼問題 一年之內啊 一年之內會不會生寶寶 好 這個好問題 預備 請開始 好 圓滿的感覺 有沒有 糟了嗎 糟了 糟了 對不起 真的 好 我們先來看 這蛋白跟蛋黃的關係 它其實是中間偏下 所以希望是很大的 但是自己不要給這件事情 太多的壓力 是 然後你一定要舒緩自己的情緒 來做這件事情 往下 蛋黃往下的表示 自己太過小心 仔細 捐介 或是太緊張 所以事情沒有辦法順利的延展 如果在正中心的話呢 表示 一觸即中 一觸 那如果說偏上的話 表示會有貴人幫忙 會有天意幫忙 對 貴人幫忙 幫忙是有往上嗎 好尷尬喔 有幫忙 所以說明可白 在未來一年 很大的可能 可以生小孩 謝謝 恭喜... 然後才提記得了 要朝一個方向 努力去練習 OK 你在三十歲之前 就有機會 開演唱會 野心有時候不能太大 對 進不了紅磚體育場 可以去紅磚港式飲茶 三十歲以前 如果你開演唱會 我們大家都會去看 真的喔 我們預祝你成功 在這裡 就先預祝林采蒂 能成功開演唱會啦 接下來的象棋占卜 老師不但會占卜 聽說還會響妖伏 不知道是真是假 這就來瞧瞧唄 老師請問一下 今天我們帶來的占卜術 是哪一種方向 今天是帶象棋占卜 在之前要先送康哥我的新書 這什麼好意思呢 福摩士叫你祥福心魔不卡贏 是 對 轉化正面 我覺得這很棒 轉化正面的能量 對 因為我們的專長 是在象棋占卜 可是其實占卜很多時候 其實大家得到問題的時候 希望老師可以解惑 那解惑你要怎麼去轉變這個 心念心理的想法跟感覺 對 所以我把我的一些案例 就是寫成書 然後透過案例去跟大家講說 你要怎麼轉變自己的心念 今天是要有什麼方法的 今天是要有象棋占卜 象棋占卜 對 那我們要先想到 自己想問的事情嗎 還是 因為我們把象棋 就是我們是很小顆嘛 那我們把它做成這種大顆的象棋 就是給大家抽 那等一下抽完 我們會再來看 那你之前需要先洗牌嗎 對 我們剛剛零起碼 不然他剛剛偷看到上面是G 對啊 請一下 他很賊 請一下 來 各位 想一下你們內心中 想問什麼樣的事情 對 想一個問題 來 沈玉玲你想問什麼 好 那就具體一點嘛 就未來六個月半年 半年之內的財運如何 好 好 妳一個本來要問什麼 我老公會不會愛我一輩子 這樣就好了 OK 那采迪呢 可以問那個嗎 就未來結婚對象 會是大概怎麼樣 從事哪一方面 類型 可以 那我也可以問嗎 可以 我要問 未來的三個月 我會不會瘦五公斤 好 好 象棋三譜 因為我們象棋做 那問題會不會為難你 不會…象棋三譜很好玩 我是問到你最討厭溫 沒有 並不會 象棋三譜比較特別就是 為什麼要做這樣子 給大家抽就是 其實很好玩就是 象棋有分紅跟黑 對 那如果你問的答案結果 是比較好的話 就是以紅色來表示 比較不好你會黑色 所以大家待會可以 簡單看一下 怎麼會這樣 然後另外一部分 因為每個棋都有 它不同的代表的含義 所以先不要覺得一定 好 一定有它的 什麼那個好法不好 不是說抽兵就不好 對… 我們還是會解釋一下 也不是說抽帥就很棒 可是你說黑 基本上就不好了嘛 對不對 比較不好 比較不好 比較不好在命理的角度來講 那叫說 以保守來論 對呀 要保守 好的要衝不好就要保守 那誰先呢 他們誰先呢 我們其實可以一起 還是一個一個來也可以 對… 我不要… 我不要… 請玉琳哥的問題是 才玉琳如何 好 那你就隨便抽一張 好 漂亮… 來… 我要改說我有沒有 不行 你老公會不會愛你一輩子 你剛剛講的 對… 我不要 你剛剛講了… 講了就講了 不要… 像棋嬸已經聽到了 可是我以後結婚對象 大概是來一類的 我想看了 韓哥 來 你看一下 會不會捡五公斤嗎 對… 好 好… 那我們現在是一個一個來解讀 我看可能要割一割 一個… OK 那從玉琳哥開始 我怎麼看 直接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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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還咪牌喔 快翻 就黑了 黑君 好 剛剛玉琳哥的問題是 未來六個月的財運 對 那我們剛剛講嘛 紅的比較好 黑的比較不好 對… 所以我們要站在專業立場 跟你講就不是那麼好 對 可是不是那麼好 那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因為黑的黑的車 重點是旁邊沒有人 我們講一台車 如果沒有人開的話 車不會動 動 所以如果未來六個月 財運要好的話 就是你必須要加把勁的動 就等於…就要這樣講 我來解釋就是說 像芽芽在旁邊的配合 就是芽芽就是那個人嘛 對 你就是那台車 好 她跟你的配合幫你接通告 讓你永遠不要睡覺 一天錄八個 你想想看 那參與好不好 太棒了 而且其實黑車也有在講 另外的狀況就是壓力比較大 所以其實它叫休息 再出發的意思就對了 你看你真的要去休息 真的要休息 你看幾個老師都叫你休息 我有時候錄到神魂顛倒 我個人覺得你應該 要給自己犒賞一下 也給芽芽犒賞一下 要… 可能就是到… 什麼夏威夷啊 對不對 杜拜啊 大概一年以後再回 對 對 這句話你要休息 一年要帶回來 一年啊 KID都變巨星了 對 都取代我的位置了 你最起碼要去休息一點 要… 真的啦 對 黑車子來講要休息 再出發就會有好的機會 你一回來 這跟機場就變成紅軍 有喔 對不對 沒錯… 來 比個拜 好… 飛 飛 那是歐屁啦 怎麼 那是歐屁啦 沒有啦 沒有啦 我們要從… 我們要好好解釋給妳聽 對 好久的角度 所以妳剛剛問的問題是 老公會不會愛我一輩子 米克白還沒嫁人 就出現不吉利的預言 老公會不會永遠愛他呢 好可怕 好可怕 哪是歐屁啦 好可怕 哪是歐屁啦 好可怕 不要怕 我們要從… 我們要好好解釋給妳聽 歐屁喔 所以妳剛剛問的問題是 老公會不會愛我一輩子 其實馬挺好玩 中國的名牌那樣 一輩子叫做牛做賣 有聽過嗎 對 那因為紅的是比較好 紅的表示說 就是妳要做牛做馬 對 如果你抽的是紅的棋 表示妳什麼都不用做 老公就會愛妳 對… 可是馬就是妳真的要做牛做馬 妳要付出馬 他付出比較多 要付出比較多 對… 所以會愛可是其實他也在講 因為… 他問馬咧 我跟你講 婚姻生活本來就是要認命 對… 像我們做… 我們認命啊 你們要不要做牛做馬 我們做狗了還不夠 來做牛做馬 都不是講鬼啊 對 因為黑馬有在講說 可能老公在很多事情 會比較忙 他比較沒辦法說 一直跟照好迷惑什麼的 對啦 所以妳有多事情必須要靠自己 好 對 這只是… 很好 而且妳抽紅馬誰相信 妳抽黑的才可以 好… 好 來… 我也是黑的 黑式 是因為妳問的問題是說 對象的職業 對 那以黑式來講 結婚對象 群人 我們鼓手講世代夫 有沒有 所以黑式… 對 比較像宰相 動腦精的 所以黑式是屬於動腦的 動腦不見得都是不錯 動腦也有詐騙集團 他也是動腦 包括下腦 演藝事業 動腦的其實都是黑式 演藝事業也算是 演藝事業也算是 對 因為黑式是比較會 靈活靈巧的演藝事 所以它是比較屬於動腦的行業 包括做企劃管理 然後像演藝事業因為要表演 他們也是需要去設計一些東西 都是跟黑式有關係的行業 對 他就其當牌 我們三個都抽到黑的 對啊 為什麼要抽黑的 會不會裡面都沒有紅的 所以康哥可能就抽到紅了 會不會… 那快點吧 救命 我要走了 謝謝 邊在講小兵立大功 那兵其實有在講一個重點 就是在講要靠自己去努力 對 可是在叫 所以康哥會不會的時候 其實這個狀況是 康哥如果在… 我們講在照顧自己的身體上面 可以如屢薄冰 如屢薄冰在講說是就是 你要要求自己 然後要謹慎的要求自己 所以只要做好計畫 所以你不要妄想說 會天然的變成 所以還是要抱自己努力 當然 但是有機會 對 因為小兵是你可以 小兵是可以從小兵一直做 做到後來做到元帥嘛 所以他是可以按部就班 往前走的 老師 就在你這個占卜生涯 這麼久 是不是經常 有一票抽黑的人 會乳化我們抽紅的 對 我可以接受… 我可以接受 真的 對 不好意思 沒有曾經被抽到黑的人 拿球放黑 沒有… 我不要 謝謝 通常有時候像會抽到黑的人 我都說抽到黑的人 表示他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們比較不是很相信 對 那為什麼會抽到黑的人 抽到黑的人意思是說 所以我會讓你知道說 的確我們現在有比較不好的狀況 可能要稍微調整一下 或是很多事情要保守一下 這樣子 我比較信老師 我路以前我也稱讚過 你的牛仔褲很好看 對 可是以前我們有 客人也連續抽四次黑的車 對 是沒有翻臉 可是他已經嚇呆了 那… 那時候是跟他講 因為車子都一直看到車 沒有人嘛 抽了四次我說 就表示說很多時候 你沒有那麼積極 就是比較懶惰一點 對… 在旁邊沒有來幫忙 其實不管抽黑的 紅的 最重要的還是自己 對 其實對不對 各位老師是這樣 就說這個占譜 只是給你一條方向 給你一個指引 對 最終你不去自己努力 還是會失敗 還是零 而且剛剛盛雲老師在講的時候 他剛剛講的算頭頭是刀 但是我看到我們那個天躍老師 天躍老師怎樣 平平搖頭啊 你覺得車要怎麼解釋 這個我... 這方面我沒有研究 他比較委婉 我... 我... 你怎麼這樣 好 你很高興 我... 恭喜... 謝謝... 不過老師也跟你們講了一個方向 如果說你們要達成怎麼樣的話呢 怎麼去做 其實還是會有一些幸福快樂的日子 各位觀眾 我相信你們已經等了很久了 剛剛節目一開始 我們就請大家還有現場的這個 三位藝人們選擇了一個 北歐的符文 來 測試看看 我們這輩子能成為有錢人嗎 好的 現在我們要來公布答案 子蝶老師 你在嗎 我在 我在 好了 來 子蝶老師 現在是一 二 三 四 不知道電視機朋友 你選的是幾號 好 來 老師請解釋請了 好 好 那我現在開始解釋 剛剛選擇一的朋友 是誰 是誰 你 對 一的那個符文叫力量 它其實原始在北歐 是野牛的意思 其實解釋成現在的意思 它就是蠻牛 要靠你的蠻力或努力 腳踏實地 要靠蠻力 所以成為有錢的繩子 是不是50% 結果等一下20% 一半一半 OK 努力工作手三要動 跟前面老師講的也一樣 你一定要專心在一條路上 去努力 去 對 你就有成功的機會 對 就有成功的機會 太好了 來 接下來是二號 二號 剛才選二 剛才有人選二 你們是一 三 來 二號 二號 前面的觀眾朋友 你們選二號 請聽條 好 老師 其實二號是一個還蠻雷的乳恩 因為它代表的是需求 需求就是 就是有點像乞丐 我好像想要跟別人要東西 所以它成為有錢人的指數 是20% 對 那至少20% 20%已經走掉了 所以如果選擇 正式承認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是 要放下你的需求 其實是想想看 自己有什麼給別人 就算你沒有錢 可是你可以付出你的愛 或者是幫別人付出 愛 對 OK 好不好 但是那個就是稍微修正一下 來 接下來不得了 三號兩位 三號有兩枚 現在兩位 剛剛抽到黑色相機的 一個黑色一個黑馬 來 他們選擇了三 三是什麼呢 老師 三這個乳恩呢 它比較特別 它叫做靈感直覺 選擇三的乳恩符文 能成為有錢人嗎 逛到後揭開謎底 對 所以他成為有錢人的指數呢 是70% 好高 不過它有一個淡數就是 因為 Easy Money Easy Go 所以它是容易有偏財 但是也很容易花掉 會比較情緒用事 對 所以賺錢的能力強 但是要控制它 很容易 莫名其妙就 花掉 或者是因為賺錢容易 可能就不把錢當錢 對…好不好 跟相愛容易相處男一樣 尤其是 這個是什麼 賺錢的能力強 易感情用事 尤其是抽到黑居的人 那偶貝咧 鞠馬本一講 鞠馬本一講 沒有 好不好 注意的 老師這樣提醒各位的 電視機朋友 如果你抽到這個 注意自己花錢的 那個時機要冷靜 接下來 那就最高了 第四 紅色 那我們來看到第四個答案 第四個答案它也是牛 可是它不是野牛 它是人工續養的牛 因為這五代呢 北歐人 他們的財產是用牛來計算的 例如說主長 他可能有100頭牛 窮人可能只有一兩頭牛 所以牛代表他們的財產 所以如果抽到這個乳恩的話 代表你很有智慧 而且有賺錢的能力 因為 所以成為有錢人的主數呢 是90% 好高喔 天生有理財頭腦 好高喔 好棒 大家要不要聽個秘密 什麼 那你要賺大錢了 沒有啦 不過當然我剛剛也是覺得 我還是會選紅色 是嗎 因為我覺得紅色是比較 喜氣 比較亮 因為我們是舊社會的 我們還是喜歡紅色 好不好 但是抽到90的人 不能說 你抽到90 你天天就在那邊 胡搞瞎搞 什麼不做對不對 你有理財頭腦 但是還是一定要 我們一直講 努力 努力 再努力 你才可以在這個上面 尋找到你這個未來 美妙的人生 好不好 太好了 來 這個今天很高興 不管你剛剛是抽到幾年 我相信只要你努力工作 努力賺錢 你還是會成為有錢人的 但是有錢不重要 快不快樂才重要 要有一個人生 要有一個快樂的人生 才是那個無價之保的 今天謝謝六位老師 謝謝三位 謝謝大家 謝謝